穿着蓝色长袍一头白发的阿嬷成仇 今年已经86岁 看起来身体非常硬朗 尿离谱度突然遇到下雨 她还会协助帮忙搬桌子 不说不知道她得过其种癌症 阿嬷39岁时罹患大肠癌 后来癌系保转移 让她化疗加电疗超过200次 她创基金会捐地卖房子 帮助儿童和青少年 不因为罹患癌症而放弃 每天运动保持体力 她打刺脚不断跳跃 自创运动法 一开始每天跳1000下 现在只能跳100下 但是她还会双手拍肩头 阿嬷拍肩头还原地跳跃 中医师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两个部位的颈部跟腋下的 这个淋巴系统的循环 加速它的循环 可以让你的这个癌细胞 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治疗 中医师表示 阿嬷拍打的地方 刚好有许多淋巴 可以借机流汗排毒 她建议 罹患癌症的病患 除了配合医生治疗 最好也能够多多运动 促进新陈代谢 再次五婚女廖宜德 云里南投采访报道